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参加 Papa Asia亚洲首创展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会有什么样子很不错的品牌吧 亚洲首创展 不名思义就是有包含很多台湾之外的元素 我们来看看几个泰国的品牌 首先,这个品牌除了很多的小贴纸和明信片 用比较粉嫩的颜色作为整体的色调 大多是一些猜不出物种,存在于想象中的生物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Papao系列 创作者说它会取名叫Papao 是引用了韩文Papao 也就是意味着笨笨的感觉 在这种没有经过定义的生物身上 它出现很多不同的装扮 我本来以为它是参加Cosplay的羊头 有狗可爱的 那这些桃子屁股 还有其他奇妙的小生物 也都趣味性十足 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精彩 我们曾经有看过很多可爱美型的小动物 那这个品牌的动物啊 是另外一种风情的可爱 我会把它定义成比较调皮 灰鞋的小动物 来看看这里 这辣肠狗为什么这么长啦 你还要尝到数不完的欧耶 谐音梗完全是超棒棒的 品牌整体的配色比较偏明亮鲜艳 就和作品整体呈现的氛围一样 活泼又亮丽 和前面的创作风格比较不一样 第三个泰国品牌的作品啊 全部都是用彩色铅笔绘制的 无论是写实风的街道和风景 还是比较异象式的呈现 都是以色铅笔的笔触 营造出了温暖的氛围 这类明信片也是用这种包装方式 充满了隆重的质感 再来这是一个我关注很久 但还没有尝试过的品牌 之前我刚好在玩纸上旅行 还有日投的转印贴纸嘛 结果啊 这个摊位 它不只整体是以星空为布置哦 它也有展出星空银河系的转印贴纸耶 必须要尝试一下的啦 那这个品牌 它真的很擅长绘制这一种 带有牢狱器的小动物 天空、花草、树木等自然之物 有一些画面呢 会让我想到是那一种 一个人在夜晚 静静地坐在窗台旁边 看向远方的那一种 宁静的自我进化时间 不需要刻意地营造 就可以感受到温暖的氛围 好,我们来看到这里 一处一处的小堡垒 有一些 站着一只一只 迷你修正的可爱动物 这些全部都是用纸做出来的哦 这些作品所使用的纸张 是高级的无酸纸 所以可以保存的很久 能够做出这么细腻的小事件 真的非常需要耐心 而且是饱含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性 之前我们去苗栗的文具店 共发的时候 我本来是预计要安排到来本册子 制作手工书的 结果很可惜预约而满了 这一次在首创展又相遇了 真的非常开心 所以如果去参加它这个课程体验的话 它是有办法学到这么多种不同的织法 编织的方法吗 可以 就是你可以先同这两本 然后后面的可以再慢慢的预约 如果你觉得这两本都OK 那后面也可以慢慢挑战 一般来说初学者这样子学的话 需要多久的时间才有办法做完 这两本的话其实就要二到四小时 最难的是哪一本 这个 为什么 它要用四支针 它像编织一样 就是它一边缝一边编织 对 然后同时要用四支针才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它其实也不完全算是拿来做书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原本是用来编织那种地盘 或者是这种挂式 一般的编织物的做法 然后把它用在书上 白板册子结合了中西方古书 还有它们自行研发的装订方式 来制作手工书 使用的媒材有纸张啊 布面和木板等等 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想要去报名来制作 或是买一个材料包 来学习更好的手工书制作方式 那我也很喜欢它们使用的一个词 叫做支书 这个词汇啊 让整个手作过程变得非常具有文艺的气息 这是一个年轻的品牌 游动制造所大约是一岁大 它们主要是以磁土铸浆的技法来进行创作的 对我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方式 这个剑层颜色好漂亮 你这个是怎么去 是直接上色还是怎么去做 没有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叫灌浆技术 然后我们把白色的磁土去加入有色粉的泥浆 然后变成不同的颜色的泥浆 然后在磁膏膜上去做出流动的效果 所以它每一个流动出来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是去用一些生活上的颜色的采集 那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也是好像跟它的生活有关系 像是风景的感觉 或者是泼墨的感觉 或是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从他们的作品来看 这些不同色彩的流动线条 也可以对应到大自然的景色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破晓 找到夕阳 发现烟雾 感受光影的变化 那很有趣的地方 是你就算使用了相同的配色 也不会做出相同的作品 那另外他们还有客制化的商品 据说这一款是婚礼的礼品 宾客可以收到这一种用心的礼物 一定会超级开心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琳琅满目的秀珍小装潢 小摆设 每一次看到这一种精巧的作品 都忍不住想要问 什么样的神手才可以做出这么样可爱的艺术品 不管是看起来很可口的点心、食物 还是京剧的家具摆设 都会让人想拥有一整套 来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秀珍小屋 那顺带一提啊 潮手本铺也有开手做客哦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赶快去询问 在首创展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角落 可以看到面包摊位哦 不过呢 这些面包食品 都是用羊毛毡做出来的 对我来说 基本上这些羊毛毡的素材 而变成小面包等食品的显实样貌 难度就已经很高了 结果有一些产品 它不是单纯的摆饰 而是真实可以拿来使用的小钱包或小背包耶 太强了 这些作品啊 真的是逼真到让人饥饿耶 这是一个成立两年的品牌 它们主要是以水泥媒材 能打造盆子 或是花瓶这类的器皿 而且全部都是全手工打造的 比方这种手捏的小泥子们 表面没有很平整 但有一种 没有过度修饰的手做痕迹 那另外还有这种 灌模制作的水泥盆 侧台搭配非常柔美 你们那个水泥 它像漸层色是怎么叠上去的 就是我们特殊的技法 我们是在水泥在制作的时候 然后脚尿量就加进去了 对 所以我就是 等于是说 我灰色先上去之后 然后再上更深的颜色 再到黄色一层一层叠上去 对 一层一层换进去 因为我以为它是只有表面的颜色 就不是它是整个 如果拴掉的话 它的横纖面里面也都是颜色 对啊 对 它不是后来相色的 这种呈现方式 就好像是把不同的时间 不同季节的山蓝风景 都放到这个小盆子当中 那就算是相同配色 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土样 既优雅 又有气质 并且十分的独特 在亚洲首创展当中 有一个当代植栽区 这家叫做屁屁多肉 它带来种类非常多的小巧植物们哦 而且价格啊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也是蛮合理的 所以我呢 就是用50块钱 买了一盆蓝丝绒啦 我刚才在这个摊位 买了一株植物 我们就回去再来看看 到底我的俊杰会找什么样子啊 快乐的开箱时间到啦 在Lucky Deer 杏仁路这边呢 扩充了几张转印贴纸和贴纸 转印贴纸的部分啊 有实体猩猩 还有绘制成像是印章款的猩猩 色系呢 都是沉稳的灰阶色调为主 有一种手绘的奔放感 那这一款啊 是复古色系的大自然物件 整体氛围啊 是一种低调奢华感 感觉啊都会是手杖的使用好朋友 那至于银盒款 当然是看到就必买的物件啦 整体蓝紫色系 美丽如它 必须要下手 再来看贴纸 呈现了一些山林 还有天空的景色 搭配动植物和房屋等物件 整体像是前面所提到的那种 宁静又安稳的灯围 营造出一种欧洲派的画面感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一组手便间 影方方也搭配猩猩呈现 一份啊有四种配色 会是使用派的好朋友 但这个小胸装是蛮合理 明年是兔年 随选这个小可爱是非常合理的 小贴纸的部分啊 我购买前面所看到的各种可爱小怪兽 还有神奇的类羊驼 它们家的小怪兽啊有很多的形态 很像是山海经啊 或是怪兽电力公司 有可能会出现的 充满想象力的物种 再来还有爬坡系列 这些cosplay生物 除了各种有趣的生物体结合之外 还有像是这边这种名作系列 也出现在接下来的大张贴纸上 那这个主题标题很可爱啊 是说这种动物想要变成哪一种 历史名画 所以你会看到维米尔的带珍珠耳环的少女啊 还有可爱的呐喊 以及一些超现实派的结合 真的非常有创意 最后这张屁桃 表题也很可爱 A piece of 变成了 a peach of 闲银根就是百看不厌 一起来拥有一屁股的桃子吧 那最后我还买了一张小怪兽明信片 真的是留着自己观赏 或者是要送礼都非常得体的小可爱呢 好 因为我太喜欢这间的幽默感 所以像是这个有趣的猫咪粉丝 还有身上一堆哦哦哦哦的极致辣肠狗 真的都必须要收藏一下才可以耶 那其他还有三只狗狗的大头小贴纸 看起来是莫名的冷静又睿智 好 我还挑了几张高质感的明信片 不管是眺望远方夕阳各房屋的景观 还是某一个地方的樱花大道 以及我最喜欢的这一张 又温暖的橘红色 刻画独自一人的助力 都会应该创作者的技法和色铅笔的使用 看起来很温润 很柔软 整体会让心情相当的舒适 最后 这次比较特别的 为各位介绍我的新品节 我的屁屁多肉啊花了50块钱 买了三寸大的蓝丝绒 但是呢 我希望可以为她买一个美丽的盆栽 所以我就倒出泥 选择了长角的水泥盆 而且是这一种 看起来很少女又温暖的配色 这款小盆叫做夏日阳光 据说是使用水库淤泥再制的环保永续水泥 颜色真的很有气质 而且还刚好就可以直接移植三寸多肉进来 就马上购入当成定节的夹杂 哦 这个顺带一提 达卡送这个色刻手工块磁铁啊 我捡取了干燥玫瑰色 一切就是这么的温润可爱 好啦 以上都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包括亚洲首创展的一些实录 还有心得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